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拍成纪录片 没有错 这部纪录片已经完成了 所以现在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 千年一问正问纪录片的监制王师 还有导演王婉柔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你们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师我们不陌生 上次在我们节目里面 推荐过非常多的影片 还想过很多的历程 所以你的人生历程里面 讲返校 大家应该最知道吗 还有看见台湾 是 还有看见台湾 那个时候你看 他多厉害 我上次在节目里面说 他最厉害 能够募到这么多的款 不过后来我觉得 魏德胜导演 对 自探俘虏 他上次坐在你们这个位置的时候 脸不红气不喘 说他要募一百多亿 惊死人 那当然 除了王师之外 就是 他这位 把奉献他的青春 在电影产业的 这个人之外 我们也邀请到 新生代的美丽导演 王婉柔 婉柔参加 这个导演 做导演多久了 呃 做导演 应该2012年拍第一部片 所以 8年了 8年了 可是你好年轻人 你是七字头的 新锐导演了 呃 7年级 呃 对 其实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或是我个人 我在接拍之前 王师打个电话给我之前 我并不认识他 嗯 然后我也没听过 真问是谁 然后开始查了他的漫画之后呢 就觉得 诶 怎么台湾有这样一个漫画家 我觉得非常的 亚裔 然后也想把 真问老师的作品 呃 推荐给观众朋友 然后了解 他的人生 那么他是生于 1958年 然后呃呃呃 等于是 呃复兴美工毕业 然后在 呃 先从室内设计 呃出道 然后在1983年的时候 画了他的第一个 长篇漫画作品 叫战士黑豹 然后接下来呃 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他就非常专注的 都在画漫画 也跟日本讲坛社合作 然后也拿到了日本一个 漫画家协会的大奖 是呃 第一位外国人在日本 嗯 得奖的 是 那后来呃 因为整个呃 日本的景气 或者是台湾这边的状况 他就没有 没有在这两个地方 继续做连载 他就反而去香港呃 港漫的市场 做发展 然后跟黄玉郎先生的公司呢 合作了一个漫画大霹雳 是台湾布袋系霹雳的故事 是 改编的漫画作品 那后面十年的时间 他就在中国大陆呃 呃做游戏 那时候想要做一个全3D的游戏 那这游戏很遗憾没有上线 他就回到台湾来 然后在2017年3月的时候 呃 心肌梗塞 离开我们 哦 是 我是讲太多 我会讲太多 导演的声音很好听啊 很适合从事光播展现啊 哈哈哈哈 但就是对我来说啊 正问就是一个人创造一个江湖 正问的作品就是让千古英雄 跟我们有了共同的呼吸 正问的作品在整个亚洲 都变成了电动玩具 尤其是三国的原型 那他画出来的那个神韵 或者是他在整个故宫展里面 展出来的那些立体的 的这些的一些创作 不同元素加进来 我觉得正问不只的是漫画家 他是当代很伟大的艺术家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 可是台湾像七字头的这个导演 可以认得他讲这么多 我感觉很感动 但是这是我们这代的这人 我们这代如果没有给正问 介绍给大家 变成是中国的人 较了解正问 日本的人较了解正问 还有我们台湾人 有点亏欠正问的感觉是不是 所以要请教这个王师 你怎么看正问呢 你是他的粉丝出身的 对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漫画 然后国中又读美术班 那正好在大概我读 国中的那个前后 可能是1990年代 台湾那时候曾经有个 很短暂的漫画的黄金时期 有包括像正问 卖人杰 曾正中 阿推 萧妍宗 陈宏耀 胡菊龙等等 一整代很优秀的漫画家 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 出版业的伙伴 希望能够打造 属于台湾的漫画产业 但其实要打造个产业 需要许许多多的配套的条件 光温热情其实不够的 那个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后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听到这位老师的消息 也不知道他后来人生 在离开台湾之后的 种种的际遇跟创作 那也是一直到了2017年 3月26号早上上班 滑脸书之后 才惊觉 老师竟然在凌晨的时候 果实 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难过 也很遗憾 想到很多小时候 看他的漫画 等到那种震撼跟感动 那一直到2017年 下半年 正好有一个电影圈的前辈 他的公司叫曼迪传播 我就叫郭姐 郭姐当时跟我讲说 因为他跟钟老师 会策划明年的故宫展的部分 他在我来做台湾电影 做很多纪录片 他跟我说 那你有没有兴趣来拍一部 这位老师的纪录片 其实当时我很清楚 我并没有制作相关的经营 我知道制作发行 就是边拍好了 给我敲锣打鼓 但你客气了 你就是负责找钱 对对对对 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样 所以我就 我就先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就赶紧开始去启动筹备资金 跟邀请到宛柔 由他来组建整个团队的工作 到现在历时了两年半 将近三年的时间 很高兴终于完成了 没有辜负大的期望 花了多少钱先问 1800万 哎呀 真的是不简单 但是证问值得啦 辛苦你们了 所以先请教宛柔 为了这个纪录片 你跑到了台湾 日本 中国 香港 访问超过60个相关人物 请问你们访问到哪些人呢 其实在接拍这个案子之前 我就有自己偷偷一个小小心愿 就是能不能去看看 港曼的实际的创作的状况 和他们的工业的流程 然后能不能去日本朝圣 我们常常看很多 日本漫画的这个基地啊 殿堂 就是心里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行愿 然后 当然我们邀访的漫画家 都还是要跟正问有关嘛 不能私心的 就是找我喜欢的漫画家 日本的部分 我们有邀访到池上聊一先生 代表作就是圣堂教父啊 哭泣沙神啊 然后还有千叶彻迷 他就是比较资深 他今年后可能也八十几岁了 的一位前辈漫画家 那他是在90年代的时候 他的作品叫好小子 曾经有来台湾 这是我这个世代都会知道的 年轻的你怎么会知道呢 就因为要采访 所以要去找来看了 我们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 都在偷看好小子 讲见到 对对对 好继续 所以能采访到千叶彻迷先生 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那还有 日本还有一位漫画家 叫高乔怒 是比较 比较新 也不算新生代了 但是他是 跟前面这两位比起来 比较年轻一点的漫画家 然后还有一位 很资深的插画家 叫四田克也 就插画界的人 都一定会知道他 那香港的部分 则是黄玉郎 马荣成 冯志明 陈某 就这几位都是港漫 非常有名的人 对 他们这位 对郑文老师的评价是什么 都非常的 怎么讲 我觉得这一次 这次做这部片啊 就遇到的受访者 他们 都很爱郑文 就那个感情 你可以透过采访里面 去感受得到的 那 那个爱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尊敬他 可能是真的很 折服于他的画工 或是很佩服他 花那么多力气 去塑造一个画面 因为同样是漫画家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格里面 他花了多少的精神 所以我们在这个 采访的过程中 就是越来越觉得 原来郑文老师 在外国漫画家的心目中 既然有这样子的地位 也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 那么 王师觉得呢 你看到这整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他们对于 郑文老师的评价和评论 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最感动呢 有两个点 一个是在导演 在日本访问讲坛社的编辑的时候 他们提到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漫画工业的基础 其实是漫画的连载 很多的学生上班族 通勤的时候就买一本 看当周连的 看看看完可能就丢了 那漫画的周刊 但也是用一般来讲 可能是回收纸或再印刷纸 是没有那么好 那里面就有读者 他的回函就讲说 他每一个礼拜拿到漫画的时候 都舍不得在电车上看 他带回家 然后等于就是沐浴书洗完 震惊为座 心情整理好之后 才打开 然后一页一页欣赏 这位老师的漫画 那个是非常非常有仪式感 很有画面的一个过程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当年看老师漫画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还有包括陈某 陈某现在台湾年轻时代 比较多知道他 他画三国叫火凤燎园 他是用司马驿 司马家的观点 来看整个三国史 陈某就是 他说我很不要脸 我说我自己是正文的弟子 老师也不反对 然后他说正文是给漫画家 看的漫画 像怪物一样的人 也就是说其实 当时很多可能年轻的读者 看到正文的漫画 会觉得有点难 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然后他的风景 可能跟一般日本话 比较不较的跳 然后里面有很多人性的 一些纠结跟探讨 可是对于真正的专业人士来讲 正文是他们所仰望的对象 所以我们希望 这部纪录片作为一个桥梁 让没有那么知道正文 或者不知道正文的厉害的人 以及不知道他人生故事 能够借由这个纪录片 进入正文的艺术世界 对 所以在拍摄过程里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呢 因为导演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不断询问自己说 这正文老师创作核心是什么 还有你希望正文老师纪录片 可以呈现什么样的内容给所有的台湾人呢 因为这次我也遇到一个 第一次遇到的挑战 就是我拍摄的撰主已经过时了 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你是不是只能从周围包围中央 就是说你只能去采访他身边的人 或跟他有过经历 然后有共识过的人 那这样子大家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当本人不在的时候 你如何去做一个证实 那这一点呢 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一直去追问自己说 大家讲了很多很多小故事 或是分享了很多 跟正文老师相处的细节 那大家看到也都是 某一个面向的他 某一个切面的他 那他真正的那个下笔 开始画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次创作里面 算是最大的挑战吧 对因为你没办法请本人 自己说出来 那我们只能从这个 这些资料里面去 拼凑出他的样貌 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他每次 他有的时候 这是几个漫画而已 为什么要画到那么认真 几乎整个分镜图 立体图全部都画出来了 然后事后还要做其他的 自己背后的模型 可是也才几页而已 你有找到那个核心的答案吗 当然这个是对我而言啦 因为这个是我的骗子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 正文老师 他就是对人 对漫画 对他创作有非常浓厚的感情 就是那个感情是 他是真的很爱 他在做的事情 然后所以他会愿意 他都不在睡觉的耶 他睡眠真的很少 然后他 他可以把很多很多时间 花在研究资料啊 或者是去呈现修改他的分镜 那或是去跟他的助手 去研究一些效果 沙子啊 塑胶袋啊 什么通通都可以拿来作画 那为什么漫画那么一小格 你要花那么多的精神呢 他就是要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 他想要 找到那个新的漫画语言 来说故事 所以呃 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非常 有很大的热情 和热爱的人 是很难做到这种程度的 那我觉得他对人也是一样 他对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在呃 尤其在中国大陆那边的弟子 是跟他相处完整的十年嘛 因为他当时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没有带家人一起过去 他就是一个人过去 所以想必那个自己旅居在外 应该是很孤独的 所以这些呃 年轻人也算是他的生活上的一个慰藉 他真的对他们非常好 我还记得他们分享说 老师竟然会帮他们买呃 灭火器 慢慢把灭火器做什么 就是就是时刻叮嘱他们 要注意家中生活和安全 因为他每天都在外面抽烟啊 这些话话的人 是这样吗 哦 那老师有煮饭给他们吃吗 还是他们一起 煮饭没有 他常常常常出去吃饭 对对 我就记得当时我访问他的学生们 他们也是 他也很爱喝台皮吧 哦 不知道 哎不是 太吃槟榔 非常台味的一位正问老师 哦 但是当然很遗憾的就是 呃 有很多事情就是对于台湾历史 有关键性影响 而且他在漫画界已经 呃 可以这样讲 对台湾来说他是前无古人啊 是 后有来者吗 我们不知道 可是这个纪录片出来之后 可以让大家对于台湾的漫画艺术 有更深邃的了解 而这种事情是要有人默默的去做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介绍的是 呃 我一般的听友 你可能不一定很了解的 可是我们节目就是 呃 用台湾的眼光 呃 站在空中 很仔细的去找出我们台湾真正的精神 而正位 当晚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哦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呃 监制王师 还有美丽的呃美女导演王婉柔 我们今天是要付节经纪的公告 再见 欢迎到新闻 我是余燕 今天我们要恰是电影人啊 啊 他是呃 千猴子整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 也是总经理 也是千年一问正问纪录片的监制王痴 以及呃美女导演王婉柔 那刚刚婉柔提了就是他觉得正问的精神 但我比较很想知道王师觉得正问的精神 是什么呢 呃 我觉得一个是不断的自我突破 然后自我要求 其实这次很难得的是 其实导演在之前访谈中提到就是说 观看正问的作品有很多方式 当然我们过去最最常最习惯的方式是阅读他的漫画 呃等于是经过了一个印刷的过程 把它变成一个纸本的作品 在故宫大展的时候 我们以一个参观 画展的方式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的细节 其实很多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惊讶 原来很多我们以为尺寸非常大的话 其实尺寸非常非常的小 也说正问其实非常非常的擅长 在一个非常小的尺寸里面 去呈现非常多惊人的细节跟构图 在这一次里面我们就有个很特别的拍摄 也是在我们一开始开机之后 头两天是用电影规格的摄影机 去近距离的去看他的画的许多的肌理跟细节 跟纹路 这个是因为正问的创作 其实他运用了很多不同的材质 我们纪录片里面也有 包括可能用火烤 然后用沙拉油跟油墨混在一起 用滚筒 然后用牙刷沾了墨这样去弹 然后用沙力去制造这种粗糙的质感 所以其实他的画是非常非常立体的 那除了在故宫大展 可以看到许多细节之外 透过我们的这个电影等级的摄影机 像是一个人类的眼睛 然后非常非常近 然后透过那个打光 真的好像进到那个敦煌的墨高窟 看到那个北魏时代 那些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些 很厉害的这些艺术的创作 对尤其当时还有动画 那前面的动画影片 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但这样的一位很知名的艺术家 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民可以了解他 这次纪录片可以在台湾发挥功效 那早年的纪录片 就是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人看 可是这些年不是 就是从王师你处理的是什么纪录片 看见台湾 对那在那之后 其实很多的纪录片都已经越来越 在台湾发光发热 所以如果要了解这个人 事实上我们只要让台湾的纪录片 好好发展就好了 可是这部片带花了你们多长的时间完成 花了刚刚说1800万元 那所以这次王师您也有展开募资是不是呢 对这次要感谢很多人 包括一开始我们三位的天使投资者 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支持这个影片 就不是抱着真的是投资的心态 而是让这个影片可以顺利的启动 包括了曼尼传播的郭姐 包括钟孟顺老师 还有宛柔的学长李俊良先生 然后包括我们也获得了文化部的支持 以及透过群众集资得到了数千位来自全台湾各地漫画迷的支持 以及帮我们最后临门一脚的是 一向来非常支持纪录片的佟子贤先生 是合作董事长 对他也赞助这部片 他赞助这部片 佟先生之前制作了非常非常多文学相关纪录片 我还有也有参与 然后佟先生现在另外一个希望能够推广的领域是台湾的漫画 跟刚刚营院姐讲的一样 所以这他赞助我们除了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影片之外 他也希望这个影片能够让台湾许多正在从事漫画工作 或正在美术插画设计等等相关科系 努力的学子可以看到 包括郑文当年就是复兴美工毕业的 复兴美工其实在那个年代 孕育出台湾非常多设计界插画界的广告界的大神级的人物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么多在从事视觉艺术相关的 不同世代的创作者 看到郑文这么样的努力跟专注在他创作上 其实会被感动 对当然还是很辛苦啦 不是说看了之后就很快乐 还是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许希望能够引起台湾的漫画的另一波复兴 对像我这个年代啊 我们从小就是看日本漫画长大 当然有的人说 你这要特色啊 不要看那个黄色 所以就是在我大一点的那个我的前辈们 他们的漫画都是一路被没收的 但你怎么会这样呢 我每天看漫画 我漫画也设计不错 还可以啦 对不对 所以说台湾不是看黄色的不好 尤其黄色在正问他们这一系列的努力之下 台湾的漫画还有台湾的整体的 就甚至插画界 其实台湾的实力已经非常蓬勃发展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所以这就是王师 他们要做这个纪录片 真的很辛苦的 所以这个过程 对此没问到这个温柔啊 是用多久的时间来完成的 我们2018年4月开拍 那我们隔年19年3月就杀青 所以其实不到一年就拍完 60个人 你访问有这么多人 但是后制期间就拉得很长 所以后制期间就是等于说 剪接啊 调光 动画 动画花了蛮长的时间 然后还有里面有一些 正问老师生前的访谈的影像 我们要去谈版权 就版权也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total应该算是 还有加上募资期间 可能大概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那你有访问到正问的家人吗 有有有 然后这一次啊 我觉得正问的家人 正太太和正问的大儿子 正知语 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正太太有怎么讲 你说她 她在里面的 讲话内容是怎么样 因为正太太其实就是正问的家人 然后正问是不太社交的 她朋友很少的 然后她就是画画和生活 还有地址 对 所以正太太应该是最了解她的人了 然后 怎么说她 我们正太太的访问就至少三次 因为太重要了嘛 那她就从他们怎么认识 然后结婚 然后正问是牵着一条狗去找她约会 就这些细节通通都告诉我们 那中间呢 其实 她怎么求婚 她 她说那个年代没有在求婚的 那个就是说 嗯 那我们就一起走下去吧 你看关键这一句话你就记得 对不对 好 然后但是接下来正问就是 到处找 然后这个家不是都是大嫂在雇吗 是 很辛苦吧 作为一漫画家的太太 即便是各种桥主 对 还是很辛苦 她有提到这一端吗 嗯 其实也讲了不少 包含就算 就算他们也是在台湾画 那 呃 基本上那个 那个 他们画漫画的那个 男人的搜摘 嗯 那个 女人是不要进来的 好有 怎么这样 然后 嗯 就是 正问老师可能 那一辈还是比较 想法比较传统一点 那她 不是说女人进去 那个漫画就不卖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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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不要来吵我们啦 了解 但她有时候就是会去送个咖啡 送个水果啊 什么的 就是 就是帮助他们生活上的起居 那因为当时呢 熬夜到 有些助手是住在他们家的 对 所以她也要帮忙照顾 这些部分 那中间有一段时期呢 是他们全家搬到日本去 对 这一段要怎么讲 哇 这一段 在日本漫画界 是漫画老师是很有地位的 尤其像正问在日本非常受到的敬佩 所以这段她有特别提到 正问在日本的这个整个漫画界的情况吗 嗯 当时他们全家过去嘛 所以连小孩也都过去了 对 所以小孩的就学问题啊 还有生活上 但是他们没有 不会讲日文 是啊 所以其实在那边生活是很辛苦的 而且当时呢 正问有问过几位助手 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日本 但是大家这样子要离乡背景 不是很容易下的决定 所以他当时在日本创作的时候 是没有助手的 那他能画的漫画就很有限 他就没办法做长篇的连载 所以在日本时期 他就是画比较像插画的单篇 呃单幅的这种漫画作品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还有将他们生活上的不适应 所以待了一年多 他们就还是回到台湾了 了解 那在中国那部分呢 他怎么说他们 呃 那郑太太就比较不清楚了 他们有去 对对 那就是正问自己过去 但是呃 郑太太 他们好像每年 呃 正问都会回来啦 对 然后 然后小孩放暑假的时候 也会自己过去找爸爸 对 所以其实 呃 然后每天都会通电话 所以跟家庭的联系 还是很高的 对 就是我自己很舍不得 呃 正问这一位在漫画界 会留下足迹的台湾人 最后他的 去做解释 对我们台湾人情何以堪 哦 当然当然这个过程 是真的非常辛苦啊 那也听说整个制作团队阵容 非常坚强吗 听说是各路英雄来相会 王氏是这样吗 是呃 团队其实是由导演组建的 然后就像刚才院姐讲一样 因为正问是大师级的人物 他是这么多人尊敬的偶像 所以我们我们在制作的品质上 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这个品质呈现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要找到最好的团队 来来来协助我们 等一下导演可以介绍一下团队 然后包括就是 你有好的团队 你要好的动画特效成绩 你要去这么多地方 就要足够的资金 所以团的部分 我请导演来介绍好了 嗯 找到哪些人呢 呃 摄影师是我从呃 之前的作品就合作过的 叫韩允忠先生 那韩 韩哥呢 他也跟侯孝贤导演合作过两部片 所以真的非常资深啦 那愿意来帮我这个菜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客气啦 然后呃 配乐是王西文 那西文我第一次合作 但是呃 王师非常推荐 那他也呃 做了非常多呃 呃 台湾很重要的电影 并且也入围了很多 很多次的金马奖 那这个动画特效团队呢 也是王师这边推荐的是 呃 发迹动画和那个 在线影像 那他们这两家公司一起合作 帮我们制作本片的动画特效 那呃 我们的其中一位总监 呃 统筹他呃 去年拿了返校的呃 这家特效 嗯 金马奖的这家特效 因为就是 所以是返校特效来做正文的特效 没错 啊呀 哈哈哈哈 然后 剪接师 呃 剪接师是陈晓东先生 那他也是多次入围了 对 那个金马的 金奖剪接师 对 所以其实这次跟 这么多呃 优秀的人才合作 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 因为 就我的上一部片都还是我 自己剪接 自己制片 自己找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次 好幸运哦 有人找钱我觉得最好了 自己剪接是还好 导演的想法可以自己剪到淋漓尽致 可是 有人帮你找钱 怎么有这么梦幻的事情 找钱的困难听起来是还蛮顺遂的啊 对不对 每一次在钱快要接不上快要断掉的时候 都奇迹似的接上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明明之中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呃 大家听到你要你要做这部片 都鼓励你 都鼓励你 然后支持你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呃 这部的作品一摊开来给大家看 所有人都会被折服 都希望一起来协助你把这个作品 以他最好的状态 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对 台湾曾经有一个人 他帮漫画界留下 就是我手上的证问 这是证问海报的是这张吗 是是是 哦 他是帮台湾的漫画界打下了一个标杆记录 所以现在呃 有更有一群人在努力拍出他的纪录片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在讨论 证问纪录片 这样的一个对于文化上很重要的意涵 但是我们现在要先休息一下 见解公哥 等一下跟你说 未来的证问纪录片会不会像返校一样 夯到每个人都来看呢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接下来什么时候推出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讲个 再讲 欢迎回到新闻邦金山 我是余燕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千猴子整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思 不要这样 我们上次来还是有改水过 有什么是勘高 勘高啊 为什么是勘高啊 公司我忘记了 我老板 这个名字是我老板李烈取的 李烈 就是以前的那个女明星 对对对 到现在还在还蛮漂亮 我们是作品跟观众之间的桥梁 对 我们就是作品跟观众之间的勘高啊 所以是勘高啊 公司的老板王思 还有我们邀请到的是 证问纪录片的导演 新锐导演 美女导演王婉游 那刚刚讲的这部片子 但是现在要请教王思了 就是到接下来这部片 什么时候要上档 那上档的时候 你要怎么宣传呢 我们的上映一直在10月8号 大概全台湾将近30家西元上映 那刚才也聊到就是说 其实证问是一个很出色的漫画家 他的作品其实已经超越了 我们一般对于漫画的想象 到了一个艺术的层次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脉络来理解 他可以放在台湾过去400年来 这些伟大的艺术家的整个戏谱里面来看 也许包括了陈辰波 包括了杨三郎等等这些 所以其实关于证问讨论以后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们究竟要从传统的漫画角度来看 还是从这个美术的角度 近代美术史 对然后他的身上的养分的影响 除了来自中国的古典文学 还有包括东洋的等等这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常在跟我们团队做交流 就是证问的作品 就是随着他过时作品 就这样已经有一个很精彩的系列留在那边 故宫大展用展览的方式 跟大家做了一次交流 纪录片希望能够开启其他未来的可能性 包括也有在做东周英雄传的动画 然后也有人想要拍《深邃美丽的亚细亚》等等 这些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证问的IP 他的这些所有的作品 将来可以用各种的形式 去跟不同时代的观众见面 那简单的讲 证问绝对称得上台湾之光 当之无愧 他在日本获得漫画家协会优秀赏的时候 是打破日本的纪录这个是第一次颁给非日本籍的漫画家 是一个台湾人 所以你处理纪录片很有经验啊 来讲讲你以前处理过什么纪录片 我们都知道就是齐柏林的 看见台湾 对 还有包括 而且当时他就是还没有这么红的时候 你就是看好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 当时你是帮他募款吗 我们帮他做群众集资 因为他那时候要做一个户外首映 三千人户外首映 对 我们后来还有做一些 比较大比较常听到的 比如说老鹰想飞啦 或陈彦博的出发啦 这些都是你 对 或者是麦绝鸣的黑熊来了 对 黑熊来了 后来现在得奖了 得什么奖 黑熊来在国外得很多生态相关的奖项 对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做纪录片 对啊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很辛苦 他商业片募款相对简单 对不对 而且我就是记得上次 魏德胜导演说 他在2024年 当天空 这个太阳照起地道光芒的 那个凌晨 从一点开始要播 台湾400年的纪录片 那我第一个常常就想 你不是做商业的吗 你怎么有来做纪录片 其实纪录片跟剧情片 都是跟观众沟通的方式 只是用不同的媒材 或形式来沟通 其实纪录片 它其实很像一种影像式的阅读 透过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的纪录片的观看 你会开启一个你过去从来不熟悉的领域的兴趣 有可能开始产生纸本的阅读 跟各种不同形式的研究 而且对我来说我最喜欢这个看到电影最后 心得二的名单就要打以上都是真人 十四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要写上真人的时候 我就会起鸡皮疙瘩 那就觉得说啊 好感动 所以纪录片 现在的纪录片像你们当时还处理 那个翻滚吧男孩的纪录片 那也是从那个小孩还是幼稚园的时候 就开始拍了 是林玉贤导演 就是从林玉贤他还不知道 大家还不知道他会成为明导 还不知道那五岁六岁的小孩 以后会成为奥运 奥运 还拿金牌的 我们当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开始花钱在这个上面了 代表纪录片 纪录一个真实的人生 甚至透过镜头改变这个小孩的人生 所以其实纪录片真正来讲是一个时间的艺术 对 讲得好 所以去观察这些时间的改变 让你在每次募款的时候 低头瞅在月光下 装紧也其实我觉得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那请教导演 为什么会选这一张照片 作为我们电影的主视觉呢 这个可以跟观众讲一下 就是这张呢 大家在拿到这个电影票券的时候 会看到一张郑文老师的自画像 郑文先生在他的 一生之中呢 留下的自画像大概只有三幅 那在电影里面我们就用了两幅 然后这一幅是他算是最后一幅自画像 那在我理解一个像郑文先生这样的一个画家的时候 我觉得当他已经不在了 你要怎么去认识他 你要从他的漫画认识他 你要从别人讲 别人口中的描述去认识他 但是其实他已经把他自己是谁 藏在他的自画像里面 要怎么样呢 怎么看呢 第一个就是 他总是像在想事情一样 比如说当他 他为什么选择画自己的侧面 而不是画正面 他为什么选择不笑或是笑 没有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我们要去想 画家怎么想他心目中的自己 所以他心目中的自己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等于说是画家留下了一个线索 那像你呢 你留给我们应该是正面吧 对不对 超美啊 你如果画自己的话 一定是正面 美女的 我应该不会画自己 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样淡淡的笑 我不要画自己 那为什么呢 你解读他给你的密码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深刻忧愁的 永远若有所思的 他所有的人生的经历 都要留在漫画上 就是所以选择这张画 作为你们主视觉吗 对 我们觉得这个张画 其实蛮能代表 这位老师怎么看自己 那我们怎么理解他 我们怎么透过他看自己来看他 请大家10月8号到电影院 来看看我们的电影 全台湾都会上映 对 基本上全台各大 各大城市都会上映 不简单 但因为你们早有口碑 像这个千活子的返校 到座票房卖到那样 下下叫大家 甚至这个电动玩具什么的 都是桌游 都已经夯到不行 也是到最早也是始料未及 所以这次所有的院线 都会上10月8号 也是廉价 那你们还出了这个电影书 讲一下这个电影书是什么 做得非常精美 但是要在哪里买到 哎呀 随手又翻到了他的画 对 因为其实虽然我们拍摄的过程 大概一年的时间 可是累积了大量的素材 很珍贵的访谈的内容 那纪录片的篇幅是有限的 我们纪录片其实长度 已经比一般纪录片长 协助我们把这本书编的这么具有收藏的价值 嗯 就这本书有郑问所有的很多画作 那这光是卖他粉丝就能 这一本蛮贵吧 在哪里买得到 各大网络书店 实体书店都有 而且已经已经在版了 哎呦 以上就在版了 里面有郑问的图集 照片 还有他的作品集 他笔下奇幻的世界观 还有你们访问的像这个森田浩章 就是他认为他当时日本没有的漫画 就是这样诞生的 哇 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 比方说你说这个深邃美丽的雅西亚 里面就是展现与世无争的个性 也是很像正问 是的 是 所以这个电影书做的真的非常精美 那如果大家想看这部片 可以在哪里买到预售票 相关资讯在哪里看得到 我们有个粉丝页 大家可以搜寻千年一问 在Facebook 然后预售票 可以在iPhone买到 iPhone可以买到 然后我们上映的影城 在我们粉丝页都已经先跟大家做了一个公告了 所以像书卖的也很好 已经一刷就没了 对对对 都是粉丝集 那第二 就是那预售票也是 开始有人抢购了吗 有有有 之前那个群众集资就已经有一批的销售 然后现在预售票的零售 都可以在iPhone买到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王诗 还有导演王婉柔 谈的是千年一问的纪录片 真的非常精彩 我们先选择这个经纪的公告 继续回来 欢迎到新闻 我是余燕 今天要邀请来是千年一问 正问纪录片的监制 千猴子整合公司的负责人王诗 还有导演 美女导演王婉柔 所以来看这整个拍正问纪录片的过程 我觉得他是在写历史 所以很好玩 你们找到了好名义 好名义怎么说正问的呢 因为好先生当时跟正问是一起合作了 新奇漫画 新奇漫画 就我们小时候看的 然后当时正问在上面连载 阿比健这部作品 然后就是由好先生来做编剧 当时他用了一个笔名叫玛丽 所以其实他跟正问先生的这个关系 合作关系是很深的 然后这中间过程 甚至正问从中国大陆回来以后 还是想要继续跟他合作新的漫画 但很遗憾就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采访好新人的时候 他也充满了遗憾 为什么总觉得还有时间可以做 之后再做 之后再做就好 但是就这样错过了 对很特别 就是好名义在讲的时候 他说这个正问是由火山爆发的 丰沛创作能量 应该把它再送到月球 发射到火星 我觉得这个描述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为什么是阿比健呢 因为很多我们的听友看过这个漫画 他说好名义说 因为当时他正好接触佛教 读了一些佛教经典 他常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的比较多 所以阿比健想展现的是复仇 复仇到最后执着就烧到自己 最后回归于空 这样的感觉 这个王师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有想到当年的种种吗 有因为其实阿比健里面 阿比健很有趣 他是一个武侠的题材 然后阿比健的第一部跟第二部 其实画风跟内容非常非常不同 第一部是非常非常 我们传统理解的武侠的剧情 讲这个这里面的这个主角 何物生啊 余锦石飞鸿间的恩怨 第二部就非常非常的惨意 第二部讲的是在这个旅程中 各种人的仇恶的欲望如何的显现 然后反噬自己的过程 其实这个主题在 《生世美丽亚西亚》的第一本跟第二本 也反复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文的作品 很喜欢探讨的主题是 人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对各种美的善的纯粹的 复杂的邪恶的光明的黑暗的 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作品 非常非常耐读 而且层次很丰富的一个原因 那延续一下王师讲阿比健 就是我们有 这次有采访到香港导演 刘伟强先生 那他就是之前拍了 《头文字低》啊 《风云》 《风云》 《无间道》 《无间道》的 对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香港导演 他就非常爱阿比健这个漫画作品 所以我们会去采访他是因为 他买了这个阿比健的改编版权 然后已经筹备十年有了 就一直想要把它拍出来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拍出来 因为他不满意 就是很希望再更完美更完美 所以纪录片先出来 就是正文纪录片出来 希望能给 就是正文的作品永远都是这样 有时候像我们这一代 我小时候我刚刚说 我们只能看日本漫画 因为当时的台湾漫画就是什么 大神婆 有星星 对我们当然也都看 可是它不够嘛 对 但是有时候你去看日本漫画 里面很多悲伤的 甚至我自己很喜欢一套 他专讲昆虫的 我很多的昆虫的知识都从那一套漫画以来 后来一度也在台湾的台大的昆虫系教授也写一系列的书 我都是因为看了漫画才去找台大教授的书来看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以为只有日本漫画会做那么深刻的 比方上班组的那些吗 不 台湾 科长搞跟做的那些 对对 台湾的正问早就做了 而且台湾的正问做得比他们更深入 是 所以这本书里面还有这个 这个很特别啊 这是你们 呃 最后一群人在正问的助手黄生 他以漫画形式画出以前正问是怎么上班的 这个图超有趣的 哦 你知道我们网路版可以看到呃 这个现在的画面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因为当时呃 正问的助手跟他几乎都住在正问家 因为很敢敢搞很急嘛 对 然后我就想说呃 请他们画一下当时的状况 我就请了他的助手黄生香 呃 这边这边打错 黄生香 对 可爱耶 然后他就漫画的形式 漫画家画出来的工作图 他都会很明确的画出来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CD柜 对 因为正问当时呢 会为了刺激自己呃 画图的感受 会一张CD从白天放到天黑 不断的循环 这跟我一样 我喜欢这首歌 我就把它听到烂 听到隔壁的人都疯疯狂 可是你看 我的助理呢 这个这个坐在CD柜旁边的助理就受不了了 就受不了了 然后或者是他会在这个呃 半夜的时候带大家出去抓瞎子 是真的啊 对因为需要外出取材 对啊 所以半夜的时候 真的是漫画是非常没日没夜的工作 旁边的神明桌是拜什么 正问办什么 他正问他们家里 应该关公吗 啊 还是家里租传的 对对对 了解 这好可爱 是正问的工作图 还有这个我就更不理解了 呃 没错 因为因为你要怎么样把人的体态画得很好 你需要有一个model吗 那他都会请他助理 或者是他就自己下去随便披个毛巾就会是衣服 然后或是拿拿个那个洗衣板就就会是什么的假装来呃拍个照片 然后他他再把它变成漫画里面的状态 哦是非常写实哦 真的好可爱哦 这些都是他助理自己下来拍吗 呃 这些都是他和他助理演 那都是曾太太拍的 哦是曾太太拍 对是曾太太拍的 哪个是正问 正问 像左边这个就是正问 他自己演孙悟空吗 哦不是他自己演 他是秦始皇 演秦始皇 对 然后旁边助理跪着 对对对就是这一个 这在呃 这一本正问纪录片的 难怪这本书已经被抢购 已经在版了 哦在第111页里面有正问 亲自在演秦始皇 那结果接下来 他就画下来秦始皇的姿态 那还有呃 正问亲自跪下来再演 我们就是那群吃马肉的男啊 的人啊这样啊 呃就是跪在那一边 甚至旁边有个小孩 他要亲自演说呃 这小孩病得那么重 怎么可以不管呢 那小孩是谁 他儿子 哈哈哈哈 他儿子小时候 对就是大家一起进来演 然后接着再用这个画出 栩栩如生的姿态 正问在画漫画的那些光影 跟线条的时候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呃 呃就呃就像建筑师一样 是画到的是3D立体 非常精准 诶你也访问过他儿子 他怎么谈爸爸 呃其实他儿子蛮特别的 因为他当兵退伍回来之后 爸爸也就从中国回来了 他跟爸爸说 我想走花花这条路 他爸爸不理他了一个多月 他怎么会这样 他应该说啊乖 有纸层一波 因为这条路太辛苦了 然后他会说 我我那么辛苦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的人生 也那么辛苦 那但是他就 他就是很 怎么讲 很很热忱的表现出他的诚意 那比如说他就是 他爸爸不教他 他就自己画 画完了就 给爸爸看 爸爸不理他 他就继续再画 再给爸爸看 就是很 很打动人啦 然后后来爸爸也愿意 就好啦 就开始教他 那教他的 就开始是个魔鬼训练了 哎呦 是可以理解 他就说 他是从早上八点 要画到晚上十二点 才能睡觉 然后每天都有功课 然后光是石膏像 就是证问非常强调 基本功 石膏像 他就画了一两年 对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的 每个人物的那个比例啊 什么都是最精准的 对 所以他强调 要把基本功练好了以后 你脑中的什么图像 你就可以随手 就可以画出来了 那 所以他儿子是 等于在爸爸 过世之前的 这段时间 四五年 就非常的 几乎就是 陪伴在爸爸身边 然后跟他学画 那 我觉得这个经验 对父子 人生中是非常难得的 他非常 怀念父亲 对 第111页 你就看到那个少年 小孩子的时代 到现在接班人 所以最后 证问这句话 我总是在追寻 尝试着捕捉虚幻 与无边的可能性 王氏导演 不是 王氏总监 你怎么看这样的证问 什么时候会上片 10月8号上片 我再次跟大家讲究 就是说 这部影片完全是用一个 非常高的电影的规格 来制作 你在西院才能看到 很多的细节 所以诚挚地邀请 大家 10月8号开始到西院认识 台湾这位非常非常 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一生的故事 花钱进去看纪录片 那台湾人成为 风气的时代 你觉得已经到了吗 已经到了 对 所以很谢谢 这么多文化工作者 我们今天花了一个钟头 介绍 你可能不一定熟悉的证问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们 新闻 对于台湾艺术史 还有对于台湾近代的 美术史 漫画史 一点点小小的 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证问 为我们台湾人留下了 这么棒的漫画 这么多的艺术创作 我们一起加油吧 王诗汉宛柔也要加油 谢谢 余燕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再见 郑文 我一直乱 然后爬起来为我画 每一个人很努力 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英雄 他说放到死 要把头交出去 郑文老师是一个给漫画家看的漫画家 这样怪物的人 拍摄飞越一万五千公里 访问超过五十位同行先辈 赤子千万打造二滴与三滴动画 只为致敬大师笔下的江湖壮阔 千年一问 十月八日传奇再现